捏紧疗法,请把顺便换着腐末,依着两手做九十度区区,由归纹处开始,顺紧柱向上,将皮肤、肌肉往上推,然后以两拇指指腹胶体往下压捏,时母二指相互配合,向上推捏,直到颈部大追血趾,视为平捏,平捏两遍,做第三遍时,一边如前发推捏,一边渐渐地用引力把皮肤往上前拉。 提拉时可听到啪啪声响,如此体捏一遍,最后用两大拇指同时从命门学,向腰外侧肾鱼血慢慢按压,视为一次,几年来我曾用捏脊疗法,配合其他手法多种疾病,每每收下,先报到如下,一,腹泻脱钢,帮拥推三关二百下,腹皮土二百下,推大肠一百五十下,柔肾顶五十下,柔板会五十下, 捏几气变,每日一次,四次后大变正常,六次后脱钢行,九次而遇,二,紧绝全书脱钢说,有因有血有力,皮肾气线而脱折,又因中气躯寒不能收视而脱折,先捏其,推三关,柔肾顶,柔百会可温身补气,补皮土,推大肠配捏底可补皮气,四大肠,故病可遇, 二,不眉,帮佑拿捏紧接三百下,捏几气变,小擦脚底不已热如火灼感微度,二,柔三眼交五十下,推柔永绝学一百五十下,三次后每晚能睡四小时,六次后每晚能睡六到七小时,直推二十次后而遇, 二,血正论暂负并激论说,火乱心自狂,又说,火扰其血自傲恨,神不清明则需白不眠,动气惊气,捏拿紧接,捏几,柔三阴交,柔永全既不慎,又可引火归圣,使其心圣相交,谁火相继,故眠安 三,刺汗,放入磨山中,以热微渡,柔百会五十下,柔大追一百下,捏几气变,横擦腰底部,以热微渡,每日一次,十次后汗清,二十五次后而遇,二,砸定原流吸竹竹汗原流,说,气蓄而阳弱者,必体占刺汗,磨山中,柔百会可补气,柔大追,捏几,擦腰底部可补腰,气不虚,凉不爽, 百顾汗不屑,四,一尿,帮庸推三观三百下,补肾三百下,柔大天以热微渡,捏几气变,下他腰底部以热微渡,每日一次,十八次而遇,二,锦掘全书一遇说,白顺中一遇者,此陛下缘虚寒,所以不顾,隐身诸法皆可温慎故本,故一遇可止,提换,捏几先用其捏刺激,腰背不得慢, 经和膀胀经善之学位,肚脉通得一身之氧气,膀胀经为阳经,与神经相表理,背部有多次积其武藏之理学,捏几运用之手法有推,压捏,提拉等手法,柔和而渗透,幽薄的作用,素问伟论篇说,杨明为之常,皆属于代脉,而落于肚脉,捏几疗法不仅有通经活络的作用,还有骨披胃注韵化, 补气,补养,健身撞腰之功能,所以配合它法用于以上诸症可受显向,结语,希望此文章能帮助到您及家人,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不同的意见留言,我们共同探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